我想再继续跟你们分享影片的输出 好,点选输出档案 那我们现在要选择的输出格式是YouTube能够接受的格式 是MP2 接下来呢,在这里我要选择解析度 解析度是多少呢 在这边我选择的是1280×720 因为YouTube的规范 所以我必须要按照它的一个最大高品质的一个输出来去做输出 像我刚刚做的大概1分29秒的影片 我们现在来看它输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我选择输出位置 输出位置,比如说选到低磁列机 好,这里我就叫做江南五日游 加个日期2015-1116 然后接下来就做存档 它会存成MPG的档案格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开始啰 点选开始之后呢 各位主要这时候要关心的是这个地方 正在输出档案 你想,刚刚我这边的影片是1分29秒 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它只跑了4秒 又10几格 硬格 它这边有可以告诉我们说输出档案的完成百分比 不过我们通常会关注的是 预计还要多久的时间 好,那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可用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剩余的时间 然后经过的时间 也就是说做1020×720这样解析度大小的1分29秒的影片 我需要经过大概8分的时间来去做 这取决于我们的电脑、CPU、记忆体 还有独立显示卡 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 然后让它去完成 它就产生了这个影片的 当我们输出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输出成果 回到例如说媒体柜 低磁碟机 然后我刚刚指定的输出资料夹 Kan Power Director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看到 我产生出来的一个 江南五日游的影片内容 比如说快点两下 这个MP4的 MP4的档案 就可以被我们所观看 以上就是影片输出